主导医生在做手术时突然犯了帕金森 患者的肚皮都被割开了医生却止不住的手抖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学生们 索性大伙都没有发现 这是他们第一次跟著名医学专家一起学习事件 居然兴奋地拿起手机自拍留纪念 虽然这种行为违背了医院的规定 可泰迪为了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犯病就并没有制止 他故作淡定控制着颤抖的手 要强行完成这场手术 然而下一秒就割破了病人的大动脉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所有人顿时慌了神 设备上响起了危险警报 他们赶紧为患者注射生理盐水 几秒钟的时间就足足流失了两声血液 心跳也随之消失 泰迪拿起止血前试图堵住喷射的伤口 让助理帮他紧紧按住 然后自己手动去做心肺复苏 一向崇拜泰迪的徒弟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对泰迪说别忙活了 你做多少的心肺复苏也不能把失去的两声血按回来 没想到泰迪根本没打算停手 而是冷漠地说了一句 反正人绝对不能死在我手上 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 原本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蓝尾眼手术 可泰迪为了保住自己在医学界的名声和地位 明明早就得了帕金森却故意隐瞒病情 坚持要上手术台 因一己私欲而害死了一条人命 现在出了事情他吓到腿软 脸色发白站都站不稳 还差点哭了出来 他可不是为死去之人自责愧疚 而是根本就不想承担责任 当他冷静下来后 推卸责任的话脱口而出 他说是因为同事没有给患者注射足够的麻醉剂 导致患者中途清醒碰到了自己的手术刀上 同事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他可不是泰迪的那些无脑小迷妹 他刚才明明看到泰迪的手在抖 指不定是得了什么病 泰迪却拿同事曾经帮病人上搓药的事来威胁他 如果再说大实话 就让他丢掉工作 紧接着泰迪又转头看向自己的学生们 问大家你们刚才都看到了什么 学生们面面相许 然后想出一个妙招 没想到他们翻看了患者资料 虽然患者没有说自己有心脏病 可他的家族还真有心脏病史 这个消息正戳中泰迪邪恶的内心 最后经过商讨他们统一了口径 手术过程中患者突发心脏病 导致支气管左主干堵塞 泰迪亲自做了心肺复苏但还是没反应 泰迪听后表示这种说法完全说得通 毕竟这种事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是有发生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女学生害怕地低下头拿起手机 立刻引起了泰迪的注意 问他要打给谁 女学生却说他在销毁证据 删除刚才的自拍照 就这样 一起重大医疗事故被掩盖的密不透风 医生刚在手术台上因为手抖而害死一条人命 紧接着就公开发布了一款新型医疗手术器械 他大肆宣扬着这种设备的各种好处 他经过高科技精力的计算 能够代替人类的双手来为病患进行手术 可以说用他来做手术能够保证万无一失 几乎可以杜绝人类可能出现的任何闪失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医生用他来进行过真人实操 也就意味着第一个完成这项壮举的医生 将举世瞩目民生远扬 他们医院决定将在明天上午用这台设备 对一名病患进行栏尾切除 手术过程将全程直播 欢迎医学界的各位专家精英一起观看探讨 泰迪作为医院的顶级外科主任 本地最著名的医学专家 对此次手术信心满满胜利在我 把他因帕金森而割破患者大动脉的失望的一干二净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医院指定直播手术的人并不是泰迪 而是他的学生小黑 因为医院觉得泰迪的病患才刚刚死在手术台上 虽然给出的死亡原因并不是他直接造成的 但总归是影响不好 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何况他从没用那台设备进行过操作实践 小黑虽然还很年轻资历不能和泰迪相比 但他已经经过长期的培训 对机器的应用已经掌握得游刃有余 泰迪得知此事竟直接找到小黑 以领导的口吻命令小黑主动退出 把这次机会让给自己 小黑却毫不留情面地揭穿了泰迪 昨天他其实亲眼看到了泰迪在给患者 动手术时手不停地颤抖 就猜到他得了帕金森 而且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毕竟高科技手术设备也还是需要人手来间接操作的 泰迪威逼不成立马改成立诱 小黑心动 但还是告诉泰迪要操作机器 至少得接受三个月的训练 明天上午就要进行手术 时间根本来不及 结果泰迪却自信地说 对于他这种医学精英来说 只要一晚上就足够 小黑只好连夜对泰迪进行实操训练 他们用苹果当试验品 在苹果表皮做一个四毫米的切割 然而刚进行时泰迪就手抖了 帕金森医生总是控制不住地手抖 却硬是坚持要上手术台 为了让自己名利双收 逼着自己的学生把唯一一次全程直播手术的机会让出来 看到操作训练惨不忍睹 小黑突然后悔答应泰迪 他觉得这对病人来说简直太冒险了 坚决不能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泰迪依旧固执地认为自己能行 可当他再次试验时 过后泰迪回到办公室 靠吃药来缓解帕金森的症状 而这一切全都被同事金毛看在眼里 他奉劝泰迪赶紧退出 明天的直播不仅所有的医生都会参与 就连网友也会全程观看 难道你就不怕出球吗 泰迪却胸有成竹地说 越多人看越好 因为这将是一场完美无缺的展示 重度帕金森的泰迪竟然真的登上了设备操控台 这家伙简直是疯了 看着屏幕上的手术事况 知道内情的同事都吓得不敢直视 生怕下一秒就发生意外 可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泰迪的手稳如老狗 哪像是一个帕金森病患 他一边细致地操作 一边讲解着这项技术 是人类创造力与尖端技术的结合 金毛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起身走向后台 果然从窗口看到真正操作设备的 其实是小黑 泰迪只是在前面装个样子而已 为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他并没有影响任何人 而是保持沉默 过后他来到泰迪面前发出灵魂拷问 难道患者的生命真的比你的名声还重要吗 泰迪告诉金毛 人们认可的只是他专家的头衔 就是会有人愿意为这个身份标签来买单 至于他们内部怎么操作都可以灵活转变 所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医学专家的名声更重要 金毛听到此话三观尽毁 他绝不会容忍这样丧尽天良的人 污染本该神圣的环境 他将默默收集证据揭露泰迪的恶行 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救治病人的医生一旦失去了道德底线 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他手里的手术刀将直接变成杀人工具 欺人才还坑人命